共享一词近两年来从各个领域出现在我们眼中 从最开始的书行有共享单车 到后来博人眼球的巨美老总陈欧代言的充电宝 以及共享篮球,共享睡眠舱,共享运动舱等 直到沈阳街头出现统一着蓝色装的共享宝马 我们对于共享的认知又被刷新了 原来咱们买不起的宝马居然可以共享 可是就在上海、广州、山珍等地的老百姓 都在享受共享宝马每公里1块5 面听车费和邮费还自带WiFi时 共享宝马公司却在一个连员工自己都不知道的夜晚宣布破产解散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 共享宝马是北京汽车共享公司EZZY 在2016年3月正式运营的 走的是高端车路线 今年5月还公布了本公司的10万用户量和日均每车6单的好成绩 10月23号突然宣布公司解散 25号对外发布正式消息 员工们一脸懵逼的时候 创始人傅强先生已经删除了微信中的媒体好友自行消失了 很有意思的是 就在今年5月EZZY战略发布会上 创始人兼CEO傅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明天早上起来到公司的时候 这个事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这是你们最后一天在EZZY 你会做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这句话是对EZZY后期发展危机的预测 还是一句随意的玩笑话 但是现在确实变成了现实 EZZY的员工发现 在10月中旬的时候 共享宝马APP上就没有了能使用的车辆 而10月份的工资也没有按时到账 其实这时候大家应该有了预言成真的危机感 公司破产受害的除了员工就是客户了 由于采用的是会员会费制度 共享平台的客户们的2000元会费 什么时候可以退还 还要等EZZY清算组和留守团队清算之后才能知道 但是具体多久能够清算完成谁又清楚呢